走化工路線 soutina 他講的我沒有講 早安东京 哈囉大家好 我是貓 我來到東京已經一個禮拜了 因為颱風剛走幾直到昨天為止 就是颱風天 真的是風大雨大 太陽出來了 整個就是大晴天 晴天就是要配晴空擦 風很大,但是沒關係 只要它是晴天,風大都OK 今天呢,就是我在東京 這一天,就會帶著相機 讓你們陪我過啦 17度,夏天 今天呢,就是 我一個一天在我生活 在東京,然後等一下呢 我就會跟一個朋友吃飯 這個人是從台灣過來日本玩的 你們可能很多人都認得他 是誰呢,就等一下揭曉囉 我們是因為在淺草,因為我們要去吃一間 很好吃,就是 淺草蠻有名的焼肉燒肉店 所以呢,就淺草見囉 他剛剛跟我說,他已經到了 他剛剛跟我說,他已經到了 我們是約雷門 雷門真的是一個不會走散的地方 因為這麼顯眼,然後就這麼大 欸?在出口嗎? 對相機講話真的是會迷路 好期待喔 我是第一次跟這個人見面 我只有在影片上看過他 好喘 我需要多運動 第一次見面真的會有點緊張耶 雷門就在我對面 他應該是在那個人群裡面了 那個人群 啊,可能稍後 我會在見朋友 不!不! 我獨自在 我要說嗨 嗨 嗨 我到了 怎麼爆笑,我緊張 我只要見到第一次見的人 其實我會緊張 見完之後就不會的那一種 可是見面之前真的是很可怕 兩愛好稱讚 嗨 嗨 嗨,妳在錄影嗎? 嗨,我在錄影 嗨 嗨 跟展瑞見面了,碰到了 見網友 對 對 見網友的感覺耶 我覺得很巧耶 就是剛好來東京 妳也來東京 對,因為其實我本來是住京都的嘛 真的剛好我現在是工作在東京 不然也不能夠再淺草就是這樣蜜蜜 很神奇 他相遇估之啊 你這是來多久? 我這是來七天 原本要去那個東京大遊行 可是昨天跟前天都下雨 前天我們原本說要一起去那個萬聖節 對 的遊行的 然後你們有看我直播 裡面沒有他對不對 因為他說下雨要不要出來 喔,所以妳那天直播 那下雨耶,是什麼狀況? 下雨就是很多人裡面有看到很可惜的狀況 所以下雨還有遊行嗎? 還是很多人出來,就大家撐山 然後還蠻好玩的 真的喔 大雨天真的是不滅日本人對萬聖節的熱情 真的耶,他們很會過節耶 其實我在台灣沒有夠夠萬聖節 我也在台灣沒有過過 真的假的 因為那個氛圍沒有這麼的滿 這裡的氛圍會滿到讓我覺得 戴那個米奇老鼠的頭啊 我也覺得尷尬 我現在在看地圖 那我就好不秤職喔 謝謝 哇 整個地方都長進了 我好像走錯了 沒關係,那我先打個廣告 這個帽子在我們的這群人的網頁 打個廣告 然後這段就被我剪掉 不要吧 欸,不是啊 應該要先給我一頂啊 然後我才可以Pervo啊 喔,對齁 我忘了多帶一個 我們這邊右轉 這一頂就留下來了 它是一個取人寶寶 是你們的那一隻人 對,那個人 所以這一間你很推是不是 可是我是第一次去 喔,你也是第一次去 可是我算我看評價不錯 前草這一區就是一個 下町 下町 就是一個比較 有一點懷舊風情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吃到又評價又好吃的東西 期待 期待太高會害我很緊張 期待太高 沒關係,我很好餵 我喜歡吃這種 沒有吧,你好像是不是很挑食 那時候我問你吃什麼 你好像 我說我不吃海鮮 不吃辣啊 覺得這次東京買哪邊最好玩 我每次覺得東京最好玩 其實就是逛街 因為很好買啊 超難 總是酸了 對 你真的好重喔 越來越低 欸,好像到了現在 到了 OKAMOTO OKAMOTO 這裡 喔,到了 這裡 我以為你要把我關在外面 OK 我們進來了 希望這間很好吃 網上評價真的不錯 非常好失望啦 很空很棒 我可以大肆地拍片 我最愛那種就是 後面有做人的時候 我最愛那種就是 後面有做人的時候 我們就想吃肉 我們就想吃肉 要點點肉 我也是 就是 我們的肉來了 耶 他說 這一個菜是肉最多的菜 因為我們就是都很愛吃肉 吃肉 可是我們看起來不是肉最多 為什麼他 還像 他的人臉怎麼會對到你啊 你會發現啊 中午在烤肉餐廳的 你不會見到日本人 對啊 會有味道 然後日本人非常非常非常 記憶這種事情 現在多吃肉是要養雞肉的意思 對對對 現在多吃肉是要養雞肉的意思 對對對 現在要多吃 現身感覺很辛苦 運動的時候再結識就好 我的教練跟我說 休息是會走更長遠的路 不要因為痛苦而不運動 有動中也沒動 好 那說我啊 真的很好吃 推薦隊 立培的名譽沒有 對我自己是意外 不過你也是禁度禁度啊 你今天來什麼 這次來什麼 我在去香根 那我說我要去香根 你沒什麼 不是一樣嗎 可是我是要跟一個 找你一天去 找我一天 因為是超爛的耶 我天氣超好 我天氣超好 我在雨中很跑步 那你有去火山嗎 就看了有煙 煙好大 煙好大 好衰喔 你們可以去獎瑞的 Extric上面看照片 然後再比對我 知道會上傳的那個影片 就知道 什麼叫洛湯雞 給你們看 這邊的肉 超級多脂肪 可是大家只會對 對焦在展望的臉色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臉遮住 你看這個肉真的是很讚 我的臉就很好對焦 哪要看的是肉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 日本的燒肉 Yakimiko 他們會沾丁面 就是肉肥肥的嘛 然後配泥摩酒 超平衡 就不會這麼油 嗯 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好啦原諒他說肉多的意思 果然肉不夠 我們又加了點了一盤 一大盤很厲害的東西來了 大一塊耶 好大一塊耶 你看它上面有那個 很細心的擺盤 我最期待的來了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間店 我選這間就是因為我看到這個Menu 它是野蔗肉 剛剛奶昧就是很冷靜 你想說看起來不夠厲害嗎 整瓶座都很冷靜 加一口嗎 一口 上次就加一口 已經出去了 好深喔 有哇沙咪的味道耶 錯覺嗎 我咬到舌頭 你咬到舌頭 咬到舌頭 我覺得沒味道耶 為什麼 但是很好吃 可是為什麼沒有味道 肉的味道 對就是很天然的那種香味 它就很新鮮 我走化工路線 你先來維莉扎麵 對 他講的我沒有講 維莉扎麵不要轉到業配 欸我拍維莉扎麵的那個影片 比我平常的影片的view還多耶 對啊 那是愛用手 很新鮮 然後它很新鮮 因為不會臭 你覺得會什麼味道 沒有味道不會臭 牛肉本應該要很臭 但是當然很新鮮 然後它沒有那種醃過的感覺 去壓它的臭味 剛開始我吃嚇到 因為很大一口 然後我 有它那肉好香 很濃 而且有一個牛奶的味道 它的那個脂肪吧 和牛的脂肪 廚師就在旁邊 然後我們剛剛講完 他就直接回答 對 吃完之後他給了這個三片口香糖 不知道是因為我剛剛結帳的時候 他聞到我的味道 還是本來就會給 應該是聞到你的味道 哈哈哈哈 還好這間燒烤沒有說太臭 好像還是有一點 封門 上床了影片了 我又穿回了 不過他被我噴完那個除臭之後啊 就沒什麼沙肉味了 然後下面我是穿Leggings 因為早上穿絲襪 我發現太冷 有點冷到我回來有點喉嚨痛 感覺要發燒了 最近在SARA買的這一件大外套 超喜歡的很好看 但這幾天穿下來,感覺有種醫生視角 我覺得醫生看的世界就是這樣子吧 有沒有,然後戴眼鏡又更像了 我現在要去找我大學的室友 啊! 被電梯夾到 大學的室友Ivy Ivy家勒就住在帳前 Kulamai那個站 真的很近 電車只要三個站而已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真的是 聊天聊到太晚 三斤份也沒有電車的話呢 還可以搭個計程車回家 不會說貴到付不了錢 然後司機不讓你下車 在這裡有點想要背叛京都了 好想搬來東京喔 我在電車上就是玩手機 然後我就發現 Kulamai 然後門就關了 我想說你不會鎖門 我幫你上了兩個鎖 是真的 我們趕快把他鎖回去 敲你們的門還是敲別的門 我幫你上了兩個鎖 我大學的室友啦 就是很多人一起分享一個室友嘛 然後呢 現在這個房間裡面 就有我那時候的兩個室友 Ivy跟Malu Malu在地上 我的日本鄉下生活就是跟他們度過的 你買了什麼東西啊 我買了所有的東西 你看看來這個消好的蘋果 這超酷的 1700左右日幣 他們啊 你也想要上 上影片啊 認識他的時候啊 他才是他的腦袋的大小吧 4歲了 是人類的32歲 OMG變我們都還大 真的 他像馬哥了 我們要跟他尊敬一點 我今天來他家 所以我要做指甲 超酷 他本來就是一套 自己可以做這種 膠指甲 超多東西的 然後這邊都是格西 超讚 因為你去給別人弄啊 就是可能要 6、7千塊 超美的 我是第一次給 不是專業的人 塑染 OK 已經不早了 所以我要去 刷刷洗洗 睡睡了 感謝你們陪我過我在東京的超人獎的一天 掰掰 掰掰 那大家少去看